先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脆口萝卜条 这道菜操作起来没有任何难度 即使你是新手也能临时败的做出来 首先我们准备食材 我今天用了四根白萝卜 泡水的小米辣一包 这个是500克 冰糖20克 还需要用到白醋红醋 还有用来蒸香的香料 香叶四片八角一个花椒10克 再来一点搭配颜色的青红辣椒圈 将一块蒜四半 萝卜先改刀 先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条 这个条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切 条切得越细的话 它泡制的时间就会越短 切好的萝卜条 我们第一步先给它沙水 我们换入一大勺食盐 这个食盐可以换多一点 不用担心太咸 等一下因为还要清洗掉 盐晃的越多 沙水越快 我们用手抓拌均匀 抓好以后 让它换一边 腌制15分钟到20分钟 我们把姜切片 蒜切片 其目的都是给萝卜条增香 下一步我们调制 泡萝卜条用到的腌制的水 许个大一点的盆 放入姜蒜 倒入冰糖 倒入香料 倒入青红辣椒圈 一包小米辣倒下去 如果喜欢辣味重一点的 可以先把它切碎了 再换进去 倒入红醋80克 白醋60克 然后加入冷却的白开水 然后换入8克食盐 8克鸡精 用筷子搅拌均匀 15分钟后 我们看一下萝卜条 盆中有很多被杀出的水 我们将它倒掉 然后用清水清洗两遍 接下来我们开始炮制 将萝卜条放入盆中 这里还没腌到 我们继续加入冷却的白开水 直到腌没萝卜条 最后用筷子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 让它泡制6到8小时 6小时以后打开盖子 萝卜条已经变成水红水红的 非常的诱人 我们再来尝一下 吃起来嘎巴嘎巴脆 一道开胃小菜脆爽萝卜 制作完成 如果你喜欢这道菜 请帮忙点赞 关注转发收藏 谢谢